这是温岭613曹冠车爆炸重大事故的真实影像 当时一辆曹冠车在高速上正常行驶 突然发生了爆炸 车头直接被炸飞300多米 威力相当于250万颗手榴弹之大 这场爆炸后果可以说是相当严重 甚至直接炸毁了一个村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时间拉回到2020年6月13日 当时一辆曹冠车正常行驶在深海高速公路的匝道上 不知道驾驶舱发生了什么 只见这辆车突然轻轻的威胁 然后到了拐弯处后 直接发生了爆炸 伴随着巨响的发生 曹冠车的车头直接被炸飞到距离爆炸地点300米左右的位置 而曹冠车爆炸的画面 正好被在他后面行驶的车辆拍到 高速上的车辆看到前方发生爆炸后 立刻停止了向前行驶 纷纷停车查看发生了什么事 车主们停车光是看前面爆炸的烟雾 便能猜测到这起爆炸的威力很大 周围村民听见爆炸声后 也都停下了手头的事情 纷纷出来家门 看看是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爆炸的烟雾大 事发现场的状况无人清楚 1分46秒以后 刚才发生爆炸的地方 再次发生了爆炸 第二次的爆炸声比一次大多了 一阵浓烟直接冲上天空 原本停在高速上凑热闹的人 看到之后 察觉到不对劲 赶紧逃走 居住在附近的居民无一不被这个爆炸声所吓到 大家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赶紧逃跑 事发现场跟电视剧里的战场一样 十分吓人 现场的所有人在冲击力下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爆炸让事发地的房屋全部坍坍 路两旁的花草树木也在一瞬间燃烧了起来 场面可以说是相当惨烈 碰巧的是 事情发生时 消防员陆斌就在现场附近 他听到爆炸声后 立刻前往现场查看情况 当他到达现场 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 立刻拨打了119救援电话 并在工作群里 联系自己的同事前去救援 救援工作叙事待发 这是温岭613曹罐车爆炸重大事故的真实影像 当时一辆曹罐车在高速行驶中 突然侧翻发生爆炸 车头直接被炸飞300多米 威力相当于250万颗手榴弹 这次爆炸甚至还直接炸毁了一个村庄 当消防员接到通知赶到事发现场后 全部被眼前的画面所震惊 现场的状况十分惨烈 附近群众 很多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消防员看到这种状况后 意识到了这场被爆炸的严重性 立刻向上级打报告 申请救援 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后 立刻对事发现场进行了封锁 开始了紧急救援 浙江省消防救援总队 第一时间启动省内跨区增援 救援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由于事发当地旁边就是一个村落 很多不知情的人 直接被压在了倒塌的房屋当中 由于不知道遇难者的具体位置以及人数 消防人员无法使用机器救援 只能通过内喊徒手等人为救援 当时有547名消防员接到通知前去救援 光是消防车就去了100多辆 不光如此 由于受伤人员很多 还有一些民间力量 也参与到了救援当中 大家团结一心 绷紧身上那根弦 开始紧急救援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 有不少被困人员被救了下来 有一位老奶奶在旁边着急的跺脚 根据她所说 事情发生时 自己的孙子去同学家玩去了 谁成想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而孙子的同学家 就在爆炸现场附近 随后消防员 根据老奶奶说的位置 开始了紧张救援 经过三个小时的搜索后 两个孩子被成功找到 他们两个人被找到时 都被压在了墙下 早已经没了呼吸 由于曹冠车还有再次爆炸的风险 大家不敢松懈一点 一直都在努力救援 但救援任务依旧很艰巨 这是温岭613曹冠车爆炸重大事故的真实影像 当时一辆曹冠车在高速行驶中 突然侧翻发生爆炸 车头直接被炸飞300多米 威力相当于250万颗手榴弹 这次爆炸甚至还直接炸毁了一个村庄 事情发生时有一个消防员 陆斌正好在附近串青漆 他立刻去事故当场查看情况 当他看到事发现场非常惨烈后 立刻拨打了救援电话 并联系自己的组织 前来救援 救援队伍和医疗队伍接到通知后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现场 这次爆炸威力很大 涉及到了附近的一个村庄和一个厂房 而且经过两次爆炸 很多房屋直接被炸火 不少人由于事发突然 直接被困在废墟中无法脱身 现场情况也是十分复杂 救援人员只能小心小心再小心 如果他们拆错一块碎石 可能会造成再次塌险 救援任务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被救出来的伤者 直接被送去了医院 而那些没有受伤的村民 都在协助救援 事后经过调查 这起事故一共造成20人遇难 170多人受伤 这辆发生爆炸的曹灌车 车里面装了液化石油器 所以才会在发生爆炸后 造成了二次爆炸的发生 这次的事故让我们再次见证到了 中国力量与中国人的团结 希望大车司机在驾驶车辆时 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这不光是为了自己 也是为了一些无辜群众 希望这类的事可以不要再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